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持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是子荣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一个 我觉得在最近 大家沸沸扬扬所谈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某位知名的艺人 其实在这一阵子 真的闹出了非常多 关于这像是家庭婚姻 或者是一些丑闻相关的一个风波 不过其实我们就会很好奇 对我们大众的认知而言 他其实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学术的涵养 而且在音乐的造诣上面也是非常的高 那看起来也是有一个偶像的一个形态 我们已经爱他爱了二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在最近就出现了这个毁灭性的一个风波 到底是为什么呢 感觉非常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 为什么会导致着如此毁灭性的一个效果 到底是不是在这一辈子当中 出了哪一些的问题 我们要去如何做修正 而且对这一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得到一些反省或者是见解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导师早 子龙你好 几一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这个艺人风波的事件 其实真的牵连的很广 原本呢就是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的一个纷争 但是呢越牵越多人 大家好像呢都被这件事情呢 拖下水的感觉 我想这件事情尽管呢导师在美国 但是呢应该也是都非常的清楚了吧 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会不会很八卦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啊 就是为什么好像 一个非常偶像形态 然后成功的家庭人士会变成这样呢 那我想这个故事的主角 如果照去宗教的看法 应该是前世有修啊 所以今生诞生的一个蛮不错的家庭 然后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不管是父系还是母系这边都是有着不错的渊源 所以在这个当初投胎的时候就选择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那么诞生在地球道场呢 然后他又能够在那么小的年龄就接触了音乐 学了那么多种乐器 而且呢自己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歌喉 可以唱歌 然后又长着这么样的帅气 这个高度啊 各方面都是 很多人羡慕的这个条件 他都有 然后又这么年轻 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出道 然后一晃已经那么多年 在这个演艺界屹立不腰 这一些照宗教的观念来看呢 都是所谓的福报 没有福报呢 你说要有这么好的际遇也很难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福报是怎么来的呢 那大部分的想法都是说 哎呀今生运气好 刚好含着金汤匙下来 该有的都被他碰到了 对呀 那可能是别人羡慕的焦点 但是也可能是当事人 在这样子的优渥的条件 那么因为所有东西都顺嘛 所有东西都 等于说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生涯里 这么多年 那就好像是这个重心拱略 是不是啊 真的 所以很多自己的思维啊 看法啊 想法这些 也许吧 渐渐渐渐渐的可能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 前世今生呢 以前能够有这么样的好的福气 修得这一辈子这么好的福气 是前世真的有怎么样的修为 那今生因为这样的红尘呢 渐渐就忘记了 也说不一定 但是你用佛家讲的因果经啊 来放在他身上 来看他这样子的一生 的确确可以看到很多的端倪 真的是前世有修 我才会有现在的这样子的福报的际遇 但是又因为这一世来到这个世界呢 是不是就是红尘这个扰心也好 这红尘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主题啊 让自己一下子没办法销售的起 也有可能 所以刹那间呢 渐渐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的轨道呢 可能一晃那么多年 所有东西都是累积而来的嘛 所以这些东西呢 也就在累积到一定火候的时候 那可能就在一个对的时间点 就让社会大众很惊讶 这么样的一个好的形象的艺人 怎么会是被人家讲到这么多 以前没有办法让人家相信的事实 那的确都在这个陆续发生几十年中 所以真的是让人有所错愕 但是也是让人也发人深省啊 也就是说真的很可惜 这么好的条件 那么现在这样很多人 没有办法对上这画面 所以这也是你我都值得省思啊 今生的这个岁月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课题需要把握的 是这样子 嗯没错 因为这个偶像的崩坏 真的让很多的粉丝或者是歌迷 真的都是大为崩溃 像是刚好在事件 爆发之后 我就看到了好多的朋友们都在自己的脸书社群上面 来贴出了 哇之前呢还为了要抢他的演唱会门票啊 其实呢也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哦 真的非常的喜欢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个创作 或者是他在各个不同领域当中的一个表现 觉得呢他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胜利者 在一个那么好的家庭当中又有那么好的一个事业发展 而且呢在婚姻的关系上面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而他的太太呢其实有非常的漂亮之外 也是有绝父5G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性 感觉呢一切都是一个胜利组了吧 但是呢却发生了这个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很羡慕说 哎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一刚开始是寒浙金汤池出生 是赢在起跑点 但是为什么后面的这个际遇会落得如此 是不是在这一辈子可能我们走平了什么方向 或者是我们看错了哪一些的一个问题呢 寒浙金汤池也许是别人羡慕的焦点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如此的来到世上啊 那么很多的这个别人的辛苦度 那自己没有遇到那么渐渐的可能这个思维啊 各种逻辑 那么是不是就是一般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城市呢 这就是见仁见智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 从以前到现在 社会新闻这些都是曾经含着金汤池而来的名人呢 往往最后这个如果没有特别注意 平时的应对进退啊 或者是一些的信念的把持 那后面真的什么事情 有些也因此挥霍了一生了 然后也就结束了这一次的这个旅程了 那也是让人觉得这里面的的确确有很多的课题 是看我们怎么想怎么样去品味啊 就说这样子还经常是来到世上的人 但是最后是那样子的走 那这里面到底他这个嫁接的关系 以及今生是不是在每一分每一秒钟 有真正的把握人生呢 那的确确确的 这个一般的世人也许想到某个点上就卡住了 因为如果没有一些这个reference的话 比较难说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遇 但是如果参考了很多的这个文献啊 参考了很多的道理 你会发现真的是在如果真的是有前世 来塑造这么多的福分 还真得在当世啊 就能够因为自己的这个有所的这个修为 或者有所的这个播种啊 来做怎么样的一个修行呢 来在当世能够成一个事 成一个好的结果 来世呢不是只有享有这个福报与否 而是在这个灵魂层面能够更高的提升 也许就不会让人家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画面 觉得很可惜 这么多的好事在他身上 但是最后竟被他自己弄砸了 那这个就不禁令人唏嘘 但是前一世有多辛苦 累进的这些福报 其实我们没看到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如果懂得前世今生的 或者有些人他可以看到前世今生的 他就会知道 其实如果真的是有前世 累进的许多好事啊 换得今生的福报 那如果今生是这样子的就把他消耗掉了 那前世那么样努力啊 那么样的辛苦 那真的有点浪费 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画面啊 他接不在一起 对啊 所以一般人呢 他比较抽象的感觉到 你们谈的东西好像 又好像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耐人寻味 突然就除了最近爆炸性的一个时事之外 我又想到了刚好也是这几天的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新二代某综艺大哥的儿子 其实呢在前几年就已经出道 不过呢在出道之后其实有风波不断 刚好呢又要在准备了新专辑的一个发布之前 刚好又被警察逮捕了 我们就觉得说 哇怎么会这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就想说 新二代就是呢 他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明星嘛 所以一定会拥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我们在演艺圈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人际的一个互动 感觉在一个演艺圈当中可以更好发展啊 应该可以发展的更顺遂 但是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把持好 或者是呢没有把握住在前世所积来的这一些 不管是福分或者是际遇 让他呢又再度的漏掉了 没想到呢除了是没有大红大紫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负面新闻 甚至还被警察抓了 哇这个真的是也不堪唏嘘耶 对这个世事多变化 这么样的好的这个机会 那么多少人想要进演艺圈 也不得其门而入 但是他却有这么好的资源 但是我看到新闻说 他每次要发片的时候都会有事情发生 好像是这样 那你说是巧合吗 你说是巧合吗 也许 但是为什么那么巧合呢 这跟每个人呢 这个所记载的福分与否啊 其实也是息息相关 那你说你今天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啊 他有一些东西他是排在那边排好的 没错 找不出现玩不出现 就在他发片前就出现 那这些东西 好 的确了 你没有办法把很多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些画面全部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凭空想象的确很难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想事件上呢 每件事情他都有一个道理 这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 事出必有因 所以我想也许吧 有些人看得懂 有些人可能也就是茶余饭后大家说说的话题 但是不论如何呢 我觉得我们今生呢 看别人的戏 不经意要想想我们自己这个人生大戏啊 究竟演得怎么样 那么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遵循的方向 可以让自己从此以后 好 所以演出来的每一幕啊 都是成功胜利光明灿烂的 我想这些可能对我们来讲 因为社会的新闻 什么样的一个资料啊 资讯 而能够触发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做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一些的信思 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介事恋心啊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进步的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到的不是只有八卦的一个话题 而是我们希望呢 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社会的时事 或者是一个事件 让大家呢来知道说 哇 原来呢 就连这样子前世有修为的人 到了今世没有好好把握的话 其实也会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 甚至呢可能在演艺圈呢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翻身了 对于他整个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败笔哦 但是我们如何呢 来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呃 时事之后 我们可以呢来好好的来 想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要如何去呃 透过了自己的福报的一个修为 或者是呢 在跟前世的连结上面 我们可以更知道 我们要如何来把持 在前世呢 所修来这些福分 我们要在今世如何的维持 或者是呢 我们在前世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福分 我们要如何在今世 好好的来做一些修行 让我们在 呃 不管是福气啊 或者是在人际互动 甚至在深夜等等 各个面向可以越加成长呢 先休息一下 听个歌曲 待会呢 再邀请到的是太阳圣德导师 来在节目当中 持续为大家做提点 先来听到这一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感激 再待会儿再继续 回到了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咯 来到这里 生命出现奇迹 我可我情 这一生有了意义 满心怀着感激 满心怀着感激 多少过程里 眼角泪滴 总际游戴着感激 总际游戴着感激 满心怀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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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新闻上面也可以看到非常多感觉都是 在人生起跑点都非常早超越大家的一些其他人 但是好像就算含着金汤匙出身 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起跑点 但是在金市没有好好的维持 甚至还大肆的一个挥霍 也把他所积的这些福分全部都消耗掉了 甚至还被捕入狱甚至弄得狼狈不堪 其实我们现在透过了这样子一个例子 我们就会知道说 好像前一辈子修来这个福分 我们不能想说我们有大笔的财富 就马上把它花费掉了 其实要如何好好的维持 或者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持续的积攒这些福分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是看你相不相信 像我们在这边讲的什么前世今生 什么宗教的观念 你先说我不相信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么多的成员 毕竟每个人的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真的就是从小无忧无虑 他也不知道外面米价是多贵 菜价是多脏的多厉害 他总是觉得只要眼睛睁开 该有东西都有 这就没办法 这个跟人家真正在吃苦的那些 从小就跟这个含金汤匙的这种小孩 不一样的这些受苦的小孩 就不能相提并论 因为他不了解 这么好的一个行情是怎么来的 那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 你相信也好 你不相信也好 这个社会的确贫富贵贱 大家都不一样 那么有些人 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的这个眼光里面 觉得那个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他就可以弄到了 对不对 那大多数的人在怎么样的奋斗努力 才会感觉到 因为自己挥洒汗水 后面的成功呢 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 我就是这么样的富有 所以什么挥洒汗水不挥洒汗水呢 他感觉不出来 对呀 所以他就没有什么珍惜的一种情境 那没有珍惜的情境 随着这个日子的这个进展 就有可能 他的人生观啊 带人厨师的这种态度啊 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 可能就在每一天的这个滴答滴答中呢 他有所改变了 那如果又没有很好的把持 可能的确确呢 自己开了很多的这个 我们说把这个原先的福德都漏光了 没错 那等到全部漏光了 再回来看的时候 呀 好像有点可惜 但是可能当事者还不知道为什么 那像这样子的例子 的确是有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不要了解这个真正的道理 那么在超级生命码的系统里面呢 我把我们把这里面的讲得很清楚 嗯 而且呢 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这样子的 好 济遇 有些人呢 为什么老是有求不得的苦 好 为什么有些人 看起来快要享受人生了 但是又在 正准备享受的时候 又好像断了线的风筝 又没有办法 好 沾到 他原先想要的梦想 对 有很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我想这些呢 就不是 你相不相信 什么样的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 一身人静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想一想 这个 毕竟人和人之间 真的叫做 所谓的不平等 嗯 但在今生的红尘中 你看到的不平等 和前世今生 中间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 有怎么样的一个理论 或者是诉求 他中间他是有所 这个互动的一个 正向的关系 对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摸出来 然后自己做的实验 好 哪怕今生福报不足 嗯 或者是福报 总是有求无得 好 没有得到 那这一次呢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刚好遇到这个机会了 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在这十多年 全世界的一个 大家体验 实验 好 这些 共振当中 的确看到 每个人的命不一样 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落实的 呃 练习 啊 或者实验呢 真的会看到 这个起始回生呢 哪怕是 这个医生也好 或被什么样单位说 这个是 已经是 啊 就是 没有明天的一个 结论了 嗯 却在 超马的这个系统里面 后来起始回生 的的确确 这种见证呢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此起彼落 不分国家 不分区域 不分年龄的 都相继的这样好事传出 我想 有心的听众朋友们 也许这一次呢 你刚好遇到 我们这个话题啊 然后又 邀请大家来实验 超级生命码的这个系统 我想 可能是 你我之福气啊 也是整个社会的福气 那么大家能够 因此而改变了人生 每个人都顺遂 那这世界呢 就少一点抱怨 少一点抱怨呢 就比较多点时间 大家努力呢 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社会进步 也会相对的提升 那么整个世界呢 也会比较平和 那么我想这样子 对大家都好 所以 刚好讲到今天的这个 喊着金汤匙 真的是话题唯有啊 所以我们做更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因素 真的 因为就这样子一个 听起来哦 不管是我们前世 有积乐非常好的一个福分 或者是呢 我们在这辈子 我们可以从 比较辛苦的地方呢 开始慢慢慢慢的 挥洒汗水来 慢慢的积福德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坐而言 不如其而行 因为我们就算 前世的福分 有非常的多 但是呢 我们要好好的维持 甚至是呢 更加的扩散 那大家觉得 我们可能没有赢在 起跑点也没有关系 其实呢 在超级生命密码的 系统当中 都跟大家来分享说 其实呢 透过了不断的一个 练习还有调整 甚至是呢 不断的做功课和学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慢慢慢慢的 积攒这些的一个 幸福的一个财富 当然这个财富呢 不仅仅只是 有钱财而已 包含了像是 人际相关的一些 应对关系 或者是我们在 事业上面的 如鱼得水 甚至是我们在 甚至课业上面的 一个如虎添翼 其实我们都可以 从自己的一个练习当中 看到了还蛮明显的 一个效果 而在我们每周的 辅导你家的节目 其实访问到了 非常多的学员 也都是这样子一个开始 很多人呢 可能在上半辈子 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不管是在家庭的过程当中 其实受了非常多的伤 在事业上面 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呢 就透过了超码的一个学习 还有呢 不断的一些精进 其实呢 在后续 也看到了一些人生的转变 这些的福德 其实都可以靠着 自己的一个修为呢 来继续的一个维持 所以呢 真的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学习 这个超码的系统 真的是太神奇了耶 的确 我们能够因为在空中 大家借由这样的广播 而结缘 我相信就是大家有缘 有遇过超码 然后真的就抓住机会 然后在很快的时间身内 看到自己人生 翻转的这些朋友呢 他都会很庆幸 自己曾经藉由福导你家的节目呢 而认识了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那我想 不管是自身 现在已经受益的朋友 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的这个广播的朋友 我相信都能够 因为自己把新门打开呢 愿意跟更多人分享 那么新朋友呢 愿意自己实验呢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 那如果真的 那也愿意给自己的家人啊 朋友啊 各方面的一个分享 真的可以 大家都受益 那就是好事一件 那么已经受益的朋友 当然他们的这种热情呢 然后很希望有更多人 跟他们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所以也就是在 全世界各地啊 这么多的有缘人 正在默默的努力啊 接引更多更多的 这样子需要的朋友 我想这样子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 国家呢 整个世界都是好事的 因为这个系统啊 很奇妙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 平易近人的 这样子一个步骤中 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 立竿见影 起死回生的效果 那么是不是夸大其词 好 是不是好 真的是有所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我相信呢 就在这个实验里啊 我们给自己一个答案 是不是真的 这一次的遇见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是我们大家的缘分 也是彼此的福分 那我们也希望呢 不管是寒的金汤匙 还是金汤呢 生下来就 急需要打拼的朋友 我们都希望 因为大家在 明里的阶段下 而自己更加的进步 而在进步当中呢 看到了很多 好的发展 不错的成就 那么也满足了 自己在金汤 对于自己的一个 心中的答案呢 有所这个慰藉 也希望给自己 更多的一个期许 而能够更多的这个光与热 发展在我们身边的 这个社会的每个角落 对每个人呢 都会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今生呢 就很值得 所以期待着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 在这个世界上 把好事共振起来 那么超级生命化的系统呢 真的可以来帮助 世界上更多 需要被帮助的人 没错 因为呢 真的不管含着金汤匙 塑胶汤 铁汤匙 含着什么样 汤匙出身的人 其实我们在 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了 各种不同的一些 疑难杂症 或者是呢 非常难跨越的一些关卡 但是呢 这些的关卡 如何去做化解 如何呢 往前的迈进 其实呢 也可以更有方式 而在我们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其实呢 在每周都会 透过了不同的主题 来团论到这些 在生活当中的疑难杂症 那在每周呢 都会有导师的一些建言 还有做一些提点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 更加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的话 也欢迎大家 除了可以收听广播 福到你家之外 另外呢 也可以到了官方网站 去搜寻福到你家 或者是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 甚至是粉丝专页 而另外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手机 来下载手机的APP 叫做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在这个APP当中 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好听歌曲 另外呢 还有在我们的超码的最新消息 还有在我们世界各地 其实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个精英会当中 大家会一起导读 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内容 另外呢 也有学员们 彼此分享 在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如何去做调解 如何呢 去做功课的彼此分享的时间 不过呢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其实的精英会的时间 地点都不大相同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在手机当中的APP 在梦想舞台的APP当中呢 其实都会有客服人员 来为大家来回答说 离大家生活当中 最近的圆满人生精英会的 一个时间地点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 做查询 或来做询问 另外 如果大家习惯用 拨打电话的方式的话 也欢迎大家 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做询问了 台北的电话 就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 02-5599-5439 也欢迎大家 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来一起认识 超级生命密码 让我们呢 可以逆转了困境 然后呢 让我们现在呢 非常顺遂的人生 可以更加的扩展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次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谢谢导师 谢谢子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谢谢太阳圣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的提点 在每周不同的主题当中 都会从时事 或者是大家的生命故事当中呢 来找到这些问题 那导师呢 也都会帮大家来做解答 所以呢 每周不同的主题内容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Podcast 播客上面搜寻 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不同的主题内容咯 而另外在每周六 也是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大家可以在脸书 Facebook 或者是在YouTube频道当中 搜寻因为你的节目 音是音乐的音 在因为你的节目当中 同样也是会有着 学员的短分享时间 另外呢 也有好听的音乐歌曲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欢迎大家呢 在晚上的八点钟 也透过了网络来加入我们咯 而在今天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 同样也是来送上这一首 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寄语 在音乐之后呢 就来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 我们下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 福到你家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在深夜梦里 我几乎停止呼吸 诉说着我俩过去 的点点滴滴 虽然那故事 那缺憨的四季 让你我看清 滚滚红尘世界里 真的要渺渺 多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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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的心 不曾被你放弃 时空相聚在梦里 彼此感受当时又何必 优优独播放 在深夜梦里 我几乎停止呼吸 我几乎停止呼吸 诉说着我连过去 的点点滴滴 虽然那故事 已皱约无垠 但你我倒 还在心里 你擦拭 你擦拭曾经 沐沐的哭泣 我蒙着不装 那缺憾的四季 让你我看清 让你我看清 滚滚航尘世界里 真的要滚滚滚 真的要滚滚 多加珍惜 多加珍惜 我曾经的心 滚滚滚 不曾被你放弃 滚滚滚滚 心中好像有你 就此感激 在梦醒时分 我告诉自己 今生来世里 要勇闯 生命佳境 在爱的世界里 我创造传奇 品味着天时已 品味着天时已 今生起来世里 从即明起 我俩又要各奔东西 心中好像有你 就此远近 就此远近 在梦醒时分 我告诉我自己 今生来世里 要勇闯 生命佳境 在爱的世界里 在爱的世界里 我创造传奇 品味着天时已 今生起来世里 品味着天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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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起来世里 在爱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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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